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一週回顧 我是饒一鳴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閉幕 總理溫家寶再次高調力挺政治改革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職 流亡藏人團體紀念西藏抗暴53週年 海南英戈海鎮發生環保群體事件 廣東東莞公交車員工罷工 廣東東莞警察發起治安罷工 富士康太原廠工人罷工維權 二月份中國貿易逆差達到315億美元 中國和朝鮮被無國街記者組織列入互聯網公敵名單 中韓兩國因蘇研交主權其爭議 四川德陽二中學生罷克維權 青海同仁縣又有藏人自焚抗議 同仁庫澤兩縣藏族學生上街遊行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的一周回顧 我是饒一鳴謝謝收看再見